歡迎收看今日的《明報多倫多》 5點半新聞直播 今天是9月12日 石家堡發生一宗慘劇 一個女人在家前的車道被前夫斬死 慢敢試入察人扮警察偷跑車 曾經做過夫妻 現在分手都不至於要殺了對方 但就真是有這麼凶殘的人 她用刀斬死自己的前妻 昨晚 石家堡Morish-Gab-Elseme 發生極度血腥的家暴案 一名女子被手持大刀的前夫 追斬到家前的車路上 有目擊者稱 男子用大刀不斷斬向女子 女子重傷 當場死亡 事後 男子戒車前往附近多倫多警署投案 據了解 攝氏男子早有前科 因涉及家暴 警方很熟悉她 事發時 女子正跟她在辦離婚手續 警方暫時未公布兩個人的身份 只知道死者和疑犯都是年約30歲 這對年輕的往日夫婦 如今的下場真令人唏噓 乘興開尾 花旗心勁減 買一磅送一磅 駕駛途中被傳父母中的警察截停 這個來馬金斯旅遊的美國遊客 當然乖乖走犯 但怎知竟然被警察偷了她的車 受害人說是今天星期一 晚上11點 駕駛跑車行經多Mills及Steels附近 駕駛一個停車場準備掉頭的時候 未脫的一部汽車突然洗錢 塞住一停車場的入口 之後兩個穿著有越防捕警察的男人下車 而調查中毒版案唯有要求搜查她的車 儘管事發地點在曼金斯 但兩個警員仍聲稱自己是多很多警方的臥底 受害人說兩個無警的匪徒 佩帶對港機之餘 甚至假裝和警察總部對話好入氣 其中一人會送受害人和她的同伴下車 並安排他們坐在路邊的石膊上 另一個警員就啟動受害人的炮車 當時對方還說啟動引擎 是為了檢查死氣候有沒有非法改裝 但就在電光和火石之間 兩個警員分別跳上炮車 和自己原本開來的那輛車絕塵離去 不過幸運由於炮車中有人做衛星定位裝置 受害人在報警後 警方在事發後12小時就找回車 不過兩名匪徒仍然在逃 如在區警方形容兩人為8人男子約6呎高 法當時帶有滑雪用的面罩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Nilmarket的居民快點中雪 因為除了保護環境外還有前收 Nilmarket政府和環保機構Leaf合作 推出種樹回震計劃 凡在自家的前院或者後院中一棵樹 就可以獲得100元回震 每戶限最多為一棵樹的回震 視像John Taylor說 希望透過市民的參與減少土壤流失 和避免污染物隨雨水流入河流 平均來說 一棵樹可以阻止720公升的雨水流走 而秋天是直樹的好時機 等它們有足夠的時間發展更部 對於明年的春天就可以絕對成長 黃耀明2019美加循環演唱會 扣票請上網mrgconcerts.com 聯邦大選的競選活動才剛開始 但自由黨似乎就出師不理 黨魁杜魯多的專機第一天就撞毀 昨天自由黨的專機 在杜魯多和他的團隊 去到全國各地進行競選活動 當專機是卑斯省的首府 維多利亞著陸之後 同一部停派停機瓶 準備接載記者的巴士發生輕微碰撞 可能是因為巴士拍得太近飛機 當飛機經過巴士時 機翼底部接觸到巴士的車頂 巴士被機翼緩慢拖痕 意外導致機翼受損 杜魯多今日的競選行程相當緊密 除了會去比斯山的Kamloops 還會去Edmonton 但杜魯多發言人就說 專機會被檢查 而今日原定的行程暫時沒有變 多倫多今晚的氣溫約15度 明天的坑平均氣溫約20度 今晚的油價是117.9仙 明天預計會跌回1仙 現在帶香港新聞 還有不到一個月就是中國國慶 但香港今年的國慶煙花會演可能取消 消息透露政府擔心當日會有大批人潮聚集 造成衝突事件 計劃取消煙花會演 今次已經不是港府第一次取消煙花會演 2013年曾經因為南亞海難 和2014年的佔領行動而取消 今年國慶煙花 由全國政協常委許榮謀的世貿集團獨家贊助 有港府官員表示 按以往的做法 如果要放煙花 近日就要公佈各項安排 主辦方也會開記者會介紹煙花特色 但現在各方還沒有訊息要怎麼處理 越來政府稍後會有公佈 警方早前申請法庭首領 向醫管局取得在8月11日 凡修例示威中被射爆眼淚子的醫療報告 該類子 就警方拒絕提供有關首領資料 入品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期望了解警方 申請首領的原因 意圖和用處 案件在今日舉行聆訊 代表申請人的資深大律師 彭耀雄在庭上指出 警方無權取得相關報告 也應該向申請人 提供取得報告的首領資料 他指出申請人 在上個月和今個月 多次去信醫管局和警方 醫管局在今個月2日回復說 相關醫療紀錄仍然有待發放 局方又透露 在上個月30日 就已經許信警方 告知警方已經收到申請人的來信日 以及有意採取法律行動 但警方在明知申請人 有意採取法律行動的情況下 仍選擇索取報告 更無告知申請人 相關法庭命令的資料 做法是不合法和不合理 令到申請人 無法向法庭申請撤銷警方的申請 導致他受《基本法》 第35條保障的權利受損 申請人一方同時要求法庭 扳下臨時製作 要求警方列出 所有取得和申請人有關的資料 以及禁止警方 取用申請人的醫療紀錄 但代表警方的資深大律師 郭沙樂就說 警方曾兩度執行相關首領 在上個月申請 並已取得申請人的醫療紀錄 申請人 目前針對首領的複合申請 已經離得太遲 因為相關首領已被徹底執行 認為申請人 達到一場民事訴訟中德做法 控告警方侵犯私隱 但首領的內容 已無助申請人 進行下一步的法律行動 缺有以一宗細黑錢案作例子 指警方取得首領 已調查嫌疑人的銀行張戶前 亦無須事前通知對方 形容警方在一般刑事調查中 享有公共利益保密原則 形容事件和侵犯市民權利無關 法官表示 將會押後以書面裁決 現在看娛樂新聞 陳一薇和陳豪結婚這麼多年 依然這麼甜蜜 我們聽聽陳一薇說一下 究竟有什麼愛情保鮮法 我們未知 但我們都很想試一下 Southern Italy 朋友都試過Southern Italy 那我都想試一下 聽聞都很浪漫 我其實不需要 聽聞都很難看 那我還在加拿大 你還在加拿大 我還在加拿大 我還在加拿大 我還在拍劇 所以就走不了 我等著她現在 她拍完這個 project 我們就比較 每一年我們一定會去一個旅程 我叫她做浪漫的旅程 I call it my romantic旅程 這次一定會去的 但時間就真的不是我們自己控制 就是她控制 就是看她什麼時候 不用拍劇 不用拍電影 我們就會去 你出來知道嗎 No 我學了 因為好像你們問過一次 你們上次問過一次 所以我就知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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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拍拖的時候嗎 我覺得要的 I think it's honestly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每一年 都真的會有一個family trip and then 我們就 我們是說了 每一年至少有一個romantic trip 我覺得這個romantic trip 是真的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有三個小朋友 平時我們真的很忙 我們拖手勢 都是拖小孩子的 好小時間拍拖 我覺得去romantic trip 是我們真正可以單獨相處 單獨可以真的拍拖 so for us it's important to create 新的memories 很簡單 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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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法 就是 在一個 我不知道 有沒有 不知道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是的 他要開工 小朋友對中國的傳統日子 是否沒有西方那些 都不是 因為我們都很注重Chinese的tradition 尤其是現在有小朋友 我覺得都是我們作為父母的責任 去教他們 雖然有些比較傳統的 我真的有 我自己都不是說很認識 你自己也不認識 是的 因為我 因為我都是加拿大 但是呢 我覺得是我的責任去理解 以及去解釋 即使好像現在中秋節 我剛剛都是買了一些英文 用英文寫的傳統的 講個 唱衣 講上岸 啊 上岸 我其實自己不是很認識的 真的很老實 你買中英文來擺 你自己有外人 我也是出品 我中文不懂得看 昨天我見到 Yes 有英文 那我就 他們很喜歡 他們真的很喜歡 是的 很驚訝 因為我大兒子 你會以為他喜歡 Superheroes 喜歡一些比較男性的東西 他都說 他都很喜歡 對 是的 他直接 可不可以再讀幾次 我當作是Bed Time Story No 他是很喜歡一些 Chinese的Drawing 他們覺得很漂亮 尤其是我的女兒 她是很喜歡 Chinese的傳統的Language 她的公仔 她自己的公仔 她都說要給一個Chinese name 她剛才我想改一個 中文名給我的公仔 她是很喜歡 Tradition 今天新聞報道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個愉快的晚上 3 7 3 4 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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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